过去的两个星期,许家印必抓世界,一直在国内吵得沸沸扬扬,引起了中国国内众多企业家的恐慌,但最恐慌的莫过于松红斌和杨慧爷,松红斌的企业负债也是一点几万亿,所以说这个巨大的数字也在影响着他,就在刚发几个小时之前,松红斌说他乐意承担无懈责任,就是把他的所有的身家资产和挂钩。 原因是什么呢?许家印把资产转移给他太太,搞了一个协议性的离婚,同时给他儿子设立了29亿的信托,21亿都是美金的信托,所以说这么大的钱转移到海外,那就这样的话,所以说引起被抓了。 那么松红斌呢,他的荣畅公司呢,负债额也是巨大,所以说松红斌呢,想到了男子汉能屈能伸的方法,他乐意为他的债务受他全部责任,而且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呢,他在香港发债,发300亿债务,乐意承担国内的债务的委员,所以说乐意承担责任的人,是好的人。 在这种情况下呢,大概率中国政府近期不会抓松红斌,但是呢,肯定也会限制他的出境,限制他的自由,在这种情况下呢,中国企业家简直是如坐征战,如履薄鞭,那么作为他们来说,自己就是想办法,首先呢,能把在还上是最好的,自求多福,这个是他们,拯救他们自己,是唯一的方法。 那杨慧言呢,是杨国中先生呢,当时已经成为首富了,成为中国首富了,所以把他的首富的名字呢,转移到他女儿名下,在他当时来说,是爱他女儿的意思,但没想到,他债务已经几了近两万亿的威力暴力之后呢,他看了责任,已经到了他女儿头上。 现在呢,杨慧言和杨国中都没有离开中国,所以说呢,近期等待他们将是一个巨大的危机,当然,这些人也是不知净退的,原因是在扩张的时候呢,过分扩张了,我们知道,毕贵有个公司呢,在马来西亚搞了一个金融城,所以说靠近新加坡的这个城市呢,投资了几千亿人民币,这些钱呢,现在看来是搞得选交了,所以,投资的时候呢,一定要考虑到风险,一到风险的时候呢,应该如何考虑到,避免进入牢狱之灾, 当然,我们看到潘石屹先生做的是很好的,既没有太多负债,而且自己也跑掉了,这是他人生非常好的选择。